周中足鞋杯是鲁能新员格德斯的最佳登场时间 盼望着 盼望着 山东鲁能的新外援终于来了 格德斯 这名八甲冉冉升起的新星 居然能让山东鲁能牵下 这让两年未见演员的鲁能球迷着实高兴 高兴过后 格德斯会在什么时候正式登场 他会替代现有鲁能镇中的哪一名球员呢 这两个问题是鲁能球迷吗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讨论的最热烈的 目前格德斯的个人状况和山东鲁能的赛程是怎样的呢 我们先来分析 第一 格德斯是上周四晚上才到的 此前因为转会适宜他没有系统的训练 所以案例应该先到市场 恢复训练 然后慢慢调整状态才是第一要务 但或许是格德斯足够年轻 身体条件好 更因为他有着强烈的出场愿望 刚来的第二天就主动找主教练请站 可见其渴望登场的意愿之强烈 因此不宜让其过晚的登场 否则会打击其积极性 第二 格德斯刚来鲁能与鲁能重球员之间的配合和默契 肯定是有带磨合的 而且其身体状态目前究竟如何也是未知数 包括对主教练的阵型打法也需要适应 第三 格德斯无论代替哪一名外援 都会是一个全新的外援组合 这个组合的威力能否大于原先的组合威力 目前来说还存在着理论上的小小疑问 如果因为配合生输的原因而导致外援组合 不能帮助球队获胜 那对鲁能来说会是得不偿失的 第四 未来一周内 山东鲁能会有两场比赛 一是周中的足鞋杯主场对贵州横峰 二是周末的联赛客场踢江苏苏宁 这两场比赛对鲁能来说都是不能有失的 相对来说 周中的足鞋杯对手贵州横峰 因为宝吉的巨大压力 很有可能无心恋战 比周末的客场战江苏来说难度要小一些 退一万步说 即便格德斯因为刚刚到来而发挥一般 鲁能也有能力保证 将这一损失降到最低 综合上述四点分析 如果格德斯在周中足鞋杯中登场 既满足了他的尽快出场请求 也能让鲁能对可能发生的意外 有所容错 是最佳方案 如果格德斯登场 他会替代目前的哪位外援呢 笔者认为很有可能是塔尔德利 理由有两点 一格德斯的位置与塔尔德利相近 如果顶替塔尔德利出场 此前鲁能的三万元组合 不会有大的位置波动 二塔尔德利间歇期的训练 不如其他两位老外援系统 周末又有一场硬仗要打 周中轮换目前的进攻大腿 也是一种上加的选择 总之 无论哪种组合 什么时候登场 鲁能上下 无论球队还是球你 都盼着格德斯能给球队带来惊喜 也相信这份惊喜肯定不会爽约 未来 格德斯必定闪耀中超 加油 加油